云门艺术总监林怀明的双舞座《白水围城》即将在11月演出 其中白水是林怀明走访横贯公路 从花莲的利物锡发响的舞座 他把水流投影在舞者的身上 跟中国服装名家马可操刀的白色舞衣相辉映 让整只舞座有如柠檬水一般清亮纯粹 而且这次林怀明邀请了小说家洛以军 用文学的角度为舞座写文案 在法国作曲家Saty的钢琴乐下 身穿白色舞衣的舞者翻阅起落 与舞台影像里的湍急水流相呼应 这是云门四十纪念座《道合后》 艺术总监林怀明的新作《白水》 《白水》 《白水》的催化剂是天翔利物锡的水 拍了一张照片把它变成黑白 所以你看到那个水的波涛 它的水纹是变成白的 然后你就想说水可以怎么去给它变形 可以怎么样来说话 从这里开始 2013年林怀明池上演出后走访花莲 李乌西 摄影师张浩然镜头下的水文集团 透过多媒体影像设计 王艺胜的加工变形 成为白水的创作元素之一 这些影像要怎么来处理 所以一路做的时候一路发展出来 所以我们到最后把科技上的 电脑上会出现的符号 它能够变化出来的变化 我们想办法把它摆在里面 但是重点是你不能在那边耍 你必须这回的舞是音乐服装舞者视觉 他们互相的来配合 林怀明感叹 数位爆炸时代 多数人就连对自然山水的认知 都是来自于电脑电视的虚拟图像 舞座中透过投影在舞台舞衣上的风景 辨证虚实 而这一次的舞衣邀请到 中国服装设计名家马可曹刀 衣服在任何动作发生以前 衣服就做好了 但是他来排练场 他仔细地跟舞者们打成一片 跟他们聊天 他们一个一个站在那里 他跳舞的样子 他拍成照片 拍成录影带 他要针对舞者量身定做 这个量身不是尺寸上的量身 而是气质上的这个量身 我们常常就抱怨就说 那个衣服比我们舞者还要珍贵 因为每次要彩排的时候 老师就会说 哇 地板要先擦干净 才可以穿这个衣服 那而且在设计的动作上 我们不要忘记 他也是另外一个舞者 其实我觉得最难克服的 其实就是服装的部分 它本身就有一种 很淳朴的气质在 所以当你穿这个衣服 在表达的时候 你必须把它当成一种 等于是道具一样 等于是你的另外一个舞伴 你怎么样可以 跟它达到一个协和 令换名口中的舞伴 同时还能触动舞者的心灵 它影响你 它影响你的精神状态 所以它的衣服是纯的 纯棉 纯麻 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表面上是在讲 我们在讲一个 好像在讲它的类别 可是不是 它穿起来以后 你整个人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回在边坐的时候 是从这个衣服得到的感觉 来开始动 不是讲它的外形 而是这个衣服 触动你心灵的那个东西 这天是白水首都 向媒体公开彩排的日子 而彩排结束后 舞团将出国巡演 直到11月正式演出前才回来 林怀明半开玩笑说 11月回国 舞者用微波炉加热后 就得上桌 对音乐向来特别挑剔的林怀明 还特别邀请到乐评家 焦原谱来观看彩排 撒替这个曲子 比如分成和声的话 它其实跟主旋律之间 在很美的旋律之间之间 其实都是很巧妙地去切了很多 不和谐的音程在这个里面 而这种不结合的音程 会让这个音乐在漂浮 或者是在清新的这种感觉里面 带入一点点 你说是凄苦或者是哀愁也好 关键怎么样 就像是有一些酒里面 最后一层会带有那种苦涩的感觉 同时受邀的还有为舞座撰写文案的小说家 洛宜君 他用文学的想象拆解舞座带给他的震撼 林怀明按下那让时间静止 指针在中面上悬隔不动的咔嚓微响 他带我们进入一个跳舞动漢镜的悖论 这些衣服它本身就是拉开来另外一个时间的故事 这衣服本身它形成的一个很奇怪的垂坠的感觉 跟束缚感它好像是全部的东西都是逆反的 就是它好像是这个衣服的白色或是麻的特质 或是它的一个空气感或是一个呼吸感 一个垂坠的印象 但其实你会发觉到当短一点的群聚的时候 这个舞者在玩在独立的跳舞旋转或是肢体的一个逆反的一个扭动的过程 他可以花较少的力来把这个衣服或是这个衣服跟身体之间的一个反错 形成的一个好像是中或是说好像是一个风的印象 再度以最爱的水为发展意象 新作白水有如柠檬水般清亮纯粹的背后 是科技影像服装音乐的呼应与拉扯 如同林怀明所说 它的舞作并非单纯的仿杀而是一种编织 我们下期再见